五人夜调团队只剩下两人后 我才意识到凶手是谁 我喜欢一个人安静地夜调 要不是得知有调友离奇失踪 我也不会结识几个调友结伴夜调 只是没想到调友却一个个消失不见了 最近网上不断地爆出有调友离奇失踪的事 这一重磅消息立马在我们这些喜爱夜调的调友们之间传开 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 然而调友离奇失踪这是闹了一阵阵后又不了了之了 按捺不住的我又琢磨着开始夜调的事 只是这次我没有一个人独自野调 而是约了几个认识的调友一起 晚上六点左右 我们五个调友坐在了岸边盯着水面上的夜光飘 生怕错过了鱼儿上垢的时机 黑上垢了 这是我的左边传来一阵惊呼 我扭头一看 却发现距离我不到三米的牢里第一个钓到了鱼 或者鲤鱼的筋还真是大 看起来起码有三斤 牢里笑呵呵地将鱼钩上的鲤鱼取了下来 顺手就兜进了一旁的水桶里 不错啊 今晚的打赌看来是牢里赢了 咱们一人要给一百啊 这足足有四百啊 真是羡慕啊 这是我右边的老赵很是羡慕地说道 在开始钓鱼之前 我们五人说好了 谁要是第一个钓上来 其余人都要给一百块钱 眼下一百块落到了牢里的手里 大家都跟着眼红了起来 只是走远而已 等钓弯了 我请大家吃烧烤喝啤酒 牢里一脸笑意地说着邀请客 这让我们私人很是高兴 我们五人闹腾了一会儿后 又目不转睛地盯着各自的鱼钩 天色越来越暗 四周也跟着安静了起来 一阵微风吹来 带着些许寒气 我小心翼翼地抓起一旁的外套穿在了身上 生怕惊动来岸边觅食的鱼儿 经过了三个小时的垂钓 我们各自钓到了不少的鱼 随后坐上了老周的面包车 朝着夜市开了过去 找了一家熟悉的烧烤摊后 牢里立马招呼着众人坐下 随后他便忙不迭地去点菜去了 等他回来时 手上多了一箱啤酒 来来来 今天敞开肚子吃喝 我买单 老李大手一挥 豪横地说道 你请客不是应该的吗 赢了我们的钱 我们今天一定要吃够本 老周扯着大嗓门 毫不客气地说道 此时嗜酒辱命的老秦梅等烧烤上座 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啤酒 对嘴吹了起来 看他喝的样子 应该是可坏了 这是老周一瘸一拐地从厕所回来 一看到满桌子打开的啤酒 直接拿了一瓶酒喝了起来 一口酒下肚 老周痛快地擦掉了嘴角的酒水 直接拍着老秦的肩膀说道 虽然今天老李最先钓到了鱼 但是老秦却是今晚收获最多的 老秦啊 快说说你到底有什么诀窍啊 好让老个儿几个开开眼界啊 哪有什么诀窍啊 我们用的都是同样的额料 你们也看到了 只是运气而已 老秦摆了摆手说道 低头看着脚下的水桶 忍不住笑了起来 就在我们尝快地喝着啤酒时 此时服务员端着烤好的烧烤走了过来 几位老板今天的收获看来还真不少啊 我们老板托我问问 你们得愈迈吗 走来的服务员一脸惊喜地 围着我们的水桶转悠了起来 询问着我们要不要买鱼 我和你家老板也是老熟人了 他要是要的话 当然没有问题 我笑着回应着服务员 原来是楚歌啊 我差点没有认出来 服务员一看是我 便立马热情地说着客套的话 进行后 我们几人都喝得差不多了 只见老周打电话叫了一个代价后 等到代价来了之后 几人便重新爬上了面包车 隔几个 路上小心一点 明天继续啊 眼看着四人都爬上了车 我招呼了医生后 就牧师他们离开了 随后我带着钓具朝着距离不远的小区走了过去 第二天晚上 我骑着自行车早早地来到了约定地点 由于明天不用上班 我打算今晚都耗在钓鱼上 就在我准备耳料时 却注意到老周驾驶着他的面包车赶了过来 我冲着老周挥了挥手 很快老周和老李以及老周都走了过来 老楚 你今天来得还真是早啊 还就这么一点爱好 面对老周的调侃 我挠了挠头 笑着回应道 这时我就看见老周和老李各自提着钓具赶来了 却没有发现老秦 这让我很是疑惑 对了 老秦怎么没有跟着一起来啊 我纳闷地问道 毕竟对于我们这些钓鱼来说 钓鱼可是我们唯一的爱好 每天约几个钓鱼夜钓 那感觉简直不要太好 我们来的时候去了老秦的小区门口 给他打电话每人接 所以我们就没有等他了 老李一脸无奈地说道 看来今天的赌注要少一百块了 一旁的老周戏笑着说道 别管老李了 今天我把考架给带来了 大家一会儿喝点 反正现在还早 老周提议道 这让我有些意外 毕竟中午休息时只是随口提了一嘴 没想到老周真的带来了烧考架 我去哪 见老周腿脚不变 我立马朝着面包车跑了过去 等我来到车后时 却发现后备箱的缝隙之中 居然流出了鲜血来 鲜血很快滴落到了车牌上 看着这血腥的一幕 一时间各种不好的念头分支塌来 而网上那条掉有离奇失踪的案件 也让我的精神高度紧张了起来 可就在这时 没想到缝隙里又流出来几股血水 难不成是刚刚宰杀的鱼吗 我撞着胆子 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后备箱的门 却发现里面放着的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破了个口子 而血水正是从破掉的口子里流了出来 透过破掉的口子 我隐隐约约发现里面有鲜红的肉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居然流出这么多的血 我疑惑着 看着鼓鼓囊囊的黑色袋子 不知道里面究竟装着什么东西 老楚 你磨蹭什么呢 还不快点 天就要黑了 这是老赵的催促生惊的我浑身一抖 深吸了一口气后 怀着坠坠不安的心情打开了黑色的袋子 最后却发现袋子里装的居然是四只猪脚 我的心顿是松了口气 随着我扒开了猪脚 压在下面的鲜红的肝脏鲜血淋漓 我忍不住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无奈地摇了摇头 想着估计是被最近发生的 调友离奇失踪案件吓到了 才会有这么不切实际的幻想 很快烧烤架上的烤肉就烤得滋滋冒油 烤肉的香味更是扑面而来 哎哎哎老楚啊 你怎么回事啊 吃啊 难得老周下血本 咱们今天要好好打吃一顿 就在我盯着烤架上的烤肉发呆时 一旁的老周拿着啤酒 朝着我手里的酒瓶子碰撞了起来 一边说着 一边徒手擦掉了嘴上的油渍 嗯 我应了一声 可依旧没有朝着烤架上的肉剩筷子 脑子里满是掉有离奇失踪的事 再加上刚才血腥一目的刺激 突然胃里一阵翻涌了过来 我立马离开了座位 跑到了一旁的草丛里呕吐了起来 嗯 老楚啊 你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中午吃坏东西了啊 我正干呕着 老李就走了过来询问道 随后还往我的手里塞了一瓶矿泉水 等我吐完了之后 重新坐到了座位上 一脸尴尬地说道 不好意思啊 我也不想扫了大家的兴致 看来是中午吃坏肚子了 你们吃吧 我将手里的矿泉水平钻得紧紧的 尽量不去看烤架上的肉 既然老楚不舒服 那我们吃吧 连他和老秦的份一起吃掉 见我不想吃 老赵立马夹起一块烤肉送进了嘴里 看着三人吃得不亦乐乎 我的胃又开始折腾了起来 随后连忙离开了座位 等到三人吃饱和足后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随后便来到了河边开始钓鱼 我说老楚啊 你没有背着我们偷偷钓鱼吧 那样赢了我们不光彩啊 此时喝得微醺的老赵一把勾住了我的脖子说道 顿时一股难闻肉味混合着酒气扑面而来 强烈的刺激下 我的胃又开始折腾了起来 没有 你们不来 我怎么敢开始呢 我连忙否认着 顺势将老赵送到了他自己的鱼竿面前 我们四人依旧守着鱼竿仔细盯着水面上的夜光飘 都期待着能够第一个钓上鱼来 懂了 哈哈我赢了 突然老赵惊呼了起来 一把将钓到的鱼拉了起来 虽然只是一条小鱼 但是我们没有规定第一条钓的鱼的大小 所以不出意外 这次老赵赢得了赌注 老赵 看来今晚的宵夜你请了 一旁的老李打去道 那是当然 必须得请啊 高兴的老赵立马答应了下来 一番起哄后 大家又安静了下来 沉浸在钓鱼的乐趣之中无法自拔 随着月色逐渐爬上头顶 我躺在了座椅上 惬意地欣赏着漫天的星空 由于晚上没有吃东西 我的肚子也早就饿了 只是我的胳膊突然被东西戳了一下 我一转头 就发现隔壁老李正拿着棍子捅固着我的胳膊 见我看去 他指着我的鱼竿示意我看去 我这才发现有鱼上钩了 于是立马拉起了鱼竿 一条火蹦乱跳的鲫鱼咬着鱼钩挣扎着 很快老周驾驶着面包车带着老赵赶回来了 早就我的前胸贴后背的我立马爬了起来 就朝着停下的面包车跑了过去 饿死我了 我一把接过了老赵买的盒饭狼吞虎咽了起来 就吃盒饭啊 老赵你还真是抠门啊 此时走来的牢里 一看到我手上的盒饭 立马挤兑起了老赵来 咱们下午不是已经吃了烧烤了吗 半夜还吃你未受得了吗 面对老李的调侃 老赵一本正经地解释道 面对抠门的老赵 老李无奈地摇了摇头 也只能接过老赵递过来的盒饭 诶 怎么只有三份盒饭 当发现只有三份盒饭时 我停下了筷子 我晚上吃多了 还不乐 喝点水就好了 老赵笑着举其手里的矿泉水喝了起来 随后就朝着不远处的河边走了过去 别管他了 他是什么样的人大家都知道 来来来 我们吃 老李招呼了一声后 也拿起了盒饭吃了起来 就在我努力爬饭时 却注意到了车座上的黑色袋子 白天血腥的画面再一次涌入我的脑海 嘴里的饭瞬间不香了 看着原本破损的黑色袋子 重新套了一个新的袋子 虽然不再往外渗出血水 但是难闻的气味还是让我很是不舒服 我带着盒饭就逃离了面包车 朝着河边走了过去 没多久 老李和老赵都撑不住了 便提议要回去 不是说好了要吊一晚上吗 怎么又要回去了啊 见老赵和老李开始收鱼具了 我赶忙爬了起来说道 我说老楚啊 我们可不比你啊 我们可都是老胳膊老腿的 怎么能受得了熬夜呢 还是保命要紧啊 老李无奈地苦笑道 就是啊 我们年纪大了 这要是熬夜 还不得躺几天啊 老赵跟着起哄了起来 哎好好好 你们都回去吧 我一个人钓 明天你们可别羡慕我钓的鱼多啊 我冲着三人摆了白手 目送着三人开着面包车离开了 我一个人在河边钓了很久的鱼 却依旧不见老舟回来 哎 看来我要一个人坐到天亮了 这样也好 看着桶里的鱼扑腾着 独自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空间 这一刻格外的美好 不知不觉 天边已经出现了鱼堵白 朝霞格外的耀眼夺目 我迷瞪着眼睛望了过去 虽然一夜没睡 但是精神却格外的好 我伸着懒腰 好让僵硬的肢体舒展开来 滴滴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阵阵气低声 我一回头 就看见老周驾驶着面包车赶了过来 老周 你怎么一大早就来了啊 我上前打去道 这不是怕你一个人孤单吗 所以一大早就来陪你了 反正我也没事 老周一蹶一拐地下车后 就将买来的早饭递到了我的手里 我也不客气 直接接过了老周递过来的早饭 正准备吃 却无意间发现了老周胳膊肘上的血迹 老周 你出门也太着急了吧 胳膊上都沾上了血了 我指着老周的胳膊肘笑着调侃道 可话音刚落 却无意间瞥见老周眼底的慌张 我这是我昨晚处理猪干的时候 不小心弄上去的 想着今天还要钓鱼 反正脏了也是脏了 也就随它去了 老周不以为意地说道 我也就没有当一回事 当我在一次打开后备箱 帮老周骂鱼句时 眼前的东西却直接把我吓了一跳 看着后备箱里的黑色塑料袋 我心中咯噔一下 看了一眼正在河边 看我钓的鱼的老周 我紧张地伸手解开了黑色袋子 随着袋子的打开 里面依旧装着四条猪腿 和一块鲜红的肝脏 难道老周刚刚在跟我说谎 我暗自疑惑 又朝着河边看了过去 这一看却傻眼了 河边根本没有老周的影子 可就在我换个方向 朝着面包车的另外一边看时 正好撞上了走来的老周 顿时吓得我浑身一紧 脸色也跟着沙白了起来 老周 不就拿个东西吗 你怎么这么莫测啊 老周明显不满地看着我说道 随后一瘸一拐地朝着我走了过来 当发现打开了的黑色塑料袋时 老周表情明显有些不高兴 我就是想看看这袋子里还有没有其他吃的 我赶忙解释着 以免让老周多心 吃的都在车内 自己去哪 老周脸忙系好了袋子 说话的语气明显有些声音 早说嘛 我去哪 我装作若无其事 就跑到了车前去了 随后打开了车门 将里面的吃的拿了出来 猪肝看起来很是新鲜 按理说不可能是昨天的 再说这出血量也太不正常了吧 还有我只不过打开看了一下 他看起来好像很生气 为什么呢 我暗自嘀咕着 却不料老周拿着余句来到了我的面前 傻站着干什么呢 继续调啊 好今天我就舍命陪君子 豁出去了 熬了一晚上的我 说不困那是假的 但看到老周兴致勃勃的样子 也不好搅了他的兴致 临近中午 我们满载而归 在老周的邀请下 我特意买了很多菜来到他家烧 看着在厨房里忙活的老周 手里的砍刀码了的砍着砧板上的猪脚 我又犯起了嘀咕 忍不住给一只没有联系的老周发去了消息 然而老周就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 根本没有回音 就连昨晚回去的老周和老李也都没有回信 就在我等着三人的回信时 余光却注意到了转身看向我的老周 我假装继续盯着手机 直到老周转身继续看着猪脚 我这才抬头看向了他 此时因为紧张 我的手心里全都是汗 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 老周会不会跟钓友离奇失踪的案件有关 就在我坠坠不安时 只见老周端着切好的猪竿朝着外面的院子走了过去 出于好奇 我还是壮着胆子跟了上去 当看到花坛背后的一个宽大的玻璃箱时 我整个人都杀眼了 芒蛇 看着在玻璃箱里游动的黑色大芒蛇 我吓得尖叫了起来 本能地躲到了老周的身后 瞧把你吓的 他可是我的宝贝啊 平时就爱吃猪竿和猪脚 所以我每天把掉来的鱼都拿去换猪竿和猪脚了 老周一边解释着 一边将盘子里的猪竿朝着玻璃箱的一个小小的洞口堕了进去 看着狼吞虎咽的大蛇 我暗自腹肥了起来 这年头拿大蛇当宠物的人还真是一个狠人啊 由于过度紧张 我立马向老周询问厕所后 便一路跑向了不远处的厕所 可就在我打开了厕所的门时 一旁的垃圾桶里却装满了满是鲜血的手指 这一幕立马刺激着我的大脑神经 可尿已让我来不及胡思乱想 只能快速放水 然而就在这时 兜里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是一个陌生号码 但我还是接通了 正当我以为对方是推销员时 可对方接下来的话却让整个人都杀眼了 等我挂断了电话后 我立马冲出了老周的家门 随后骑着我的自行车就跑了 为你跑啥 不吃饭了 身后传来老周的呼喊声 可我丝毫不敢回头看他 只是一个静的骑着自行车 一想到刚刚给我打电话哭诉的女人 我立马笃定了老周就是一个凶手 因为女人是老秦的爱人 她在电话里说老秦已经两天都没赢了 她已经报案了 眼看着老周没有再追上来 我再一次给老周和老李打去了电话 可二人也没有接电话 难不成老周真的杀了老李三人为了他的大蛇 这也太扯了吧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一时间流血的后备箱 带血的手指 以及凶猛的大蛇 还有老周那诡异的笑容全都分支塌来 就在我胡思乱想时 一辆电动车突然在我面前杀住了 我一抬头却发现面前的人正是那天老周叫的代价 一时间我的脑袋嗡得一下炸了 第一反应就是眼前的代价和老周 老周绝对是一伙的 要不然就凭拨脚的老周 根本无法杀死手脚健全的老李三人 诶 你不是老周的朋友老厨吗 搁着干什么 快跟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老周还在等着呢 不了 我老婆刚刚给我打电话 说家里出了点事 要我马上回去处理 饭我就不吃了 你们吃好喝好啊 一看对方果然和老周认识 我立马拒绝了他们的提议 正着急要走时 却被其中一个拉住了胳膊 都是朋友 别这么见外嘛 什么事情都不能耽误 搁几个喝酒啊 放心吧 最多两个小时 走吧 还是改天吧 你们是不知道我老婆的脾气 要是回去完了 我铁定没命 我婉言拒绝了 随后蹬着自行车快速地离开了 这一次我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直接去了附近的派出所报案去了 将我了解到的情况 全都告诉了值班民警 老秦老赵老李三人相继失踪 都是因为坐上了老周的面包车 才无故失踪的 不得不让人怀疑到老周就是凶手 后来连着几天 老周给我打了不少电话 可是我根本不敢接 之后没有了老周的消息 我以为老周真的被抓住了 通过这次教训后 我再也不敢和别人一起夜吊了 生怕被人害死 虽然后来 我还是喜欢钓鱼 但都会选在白天 而且是人多的河边 这天天朗气轻 距离老周事件已经过去半个月了 虽然心中也渐渐放下了 但一想到那件事 心中还是免不了一阵后怕 就在我和几十个陌生钓友围在河边钓鱼时 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 老楚 我心中一惊 一回头就发现朝着我一瘸一拐走来的老周 怎么回事 老周怎么没有被抓进去 看到老周的那一刻 我心中再一次涌起了一云 怎么也没料到老周居然没有被抓 老楚啊 你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一直不接我电话 我这几天到处找您呢 老周一脸不满地看着我说道 几天不见 他明显消瘦了不少 眼看着老周笨手笨脚地拿着鱼具走来 我就这么盯着他看着 似乎是注意到了我的目光 老周一脸尴尬地说道 你那天急匆匆地走了 饭都没有吃 你知道吗 就在你刚走不久 后来警察就莫名其妙地找来了 说是我杀了老秦三人 我真是冤死了 好在藏天有眼 还我一个公道 虽然老秦他们三个不见了 我也很着急 但是不关我的事啊 老周一边整理着鱼具 一边向我诉哭 显然不知道那天报警的人是我 老周的话让我很是疑惑 既然凶手不是他 那到底是谁呢 难不成是老周的那个做代价的朋友 虽然我心中一律重重 但是我也没有直接了当地询问老周 以免遭到报复 对了 老楚啊 上次没吃饭 我今天无论如何也要请你吃一顿 不了 最近我老婆管得比较严 要是再晚回去 绝对扒了我的皮 面对老周的邀请 我立马将自己的老婆搬出来坐档剑牌 放心 就吃个晚饭 保证不让你晚回去 老周依旧热情不减 我也就没有再拒绝 傍晚 饭桌上 老周一脸尴尬地说起了那天警察来的事 我真是晕死啊 老楚 你们是不知道那天我有多尴尬 他们让我解释垃圾桶里带靴的手指是怎么回事 没办法 只能把痴疮的事说了出来 当时我真特么想找一个地洞钻进去 老周话音刚落 一旁那个叫棚子的代价直接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嘴里的啤酒直接喷了对面的老周一脸 在老周的讲述下 我这才放松了对他们的戒备 只是依旧想不明白老秦他们三人到底去了哪里 酒过三巡之后 老周叫来了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宽子来开车 我就这么晕乎乎地跟着三人一起上了面包车 车子很快就驶离了市区 朝着郊区开了过去 看着窗外呼闪而过的夜景 我瞬间酒醒了过来 意识到面包车正在开去的方向正是老周的家 顿时吓得冷汗直冒 于是我趁着所有人都不注意 立马给自己的老婆发了条消息 随后继续装睡 等到了老周家时 宽子将我们一个个背了进去 随后我躺在了沙发上悄陌生地注意着三人的一举一动 宽子 你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不把老楚送回去啊 此时就听到老周和他朋友宽子抱怨了起来 你们一个个逗喝的不省人事 我哪里知道他家在什么地方啊 只能先一起带回来了 宽子显然也很是不满地发着牢骚 老周和宽子的对话让我松了口气 就在我打算睁开眼睛时 彭子的话让我瞬间如同坠入冰窖一般 还是快点剁碎了喂咱们的宠物吧 他要是饿鸡眼了 会吃人的 就是就是 我去磨刀 这么大一块肉 绝对管宝 眼看着宽子去厨房磨刀去了 我立马睁开了眼睛 一脸慌张地看着拿着砍刀走来的宽子 你们要干什么 只见三人愣了一下 随即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老楚 你想什么呢 我们是要砍猪脚威慑 你以为要砍你啊 老周指着我哈哈大笑了起来 老周笑着笑着 我就看到他的表情忽然变得猙獰了起来 下一秒 我就被一旁的棚子直接从背后勒住了脖子 好小子 今天你跑不掉了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是你抱的紧 要不是搁几个机紧 早就被抓住了 老周阴沉着脸 接过了宽子手里的砍刀就朝着我走了过来 这么说老秦他们三都是你们杀的 就为了你那条破蛇 我忍不住质问道 那可不是一条破蛇 它比你们的名值钱多了 老周宁笑着 说完就拿着砍刀抵到了我的脖子上 等一等 你们这是在犯法知道吗 担心自己也会死在老周三人的手里 于是我尽可能地拖延时间 知道啊 只要我们宰了你 不就没人知道了吗 宽子勒着嘴笑着说道 真是一群丧尽天良的东西 你们会遭到应有的惩罚的 我大骂了一句 眼看着封地的砍刀就要落到我的脖子上 就在这室门外传来了一阵阵警笛声 一听到声音 三人立马慌张了起来 随后忙不迭地朝着后门跑了过去 可莫过几秒钟 三人又快速地跑了回来 随后都朝着厨房挤了进去 随着厨房的门被重重关了起来 我就听到了里面传来一阵阵石头磨层的声音 紧接着又传来了三人的嘈杂声 没一会儿厨房就彻底安静了下来 当下我趁机就朝着大门外跑去 老公 当看到老婆的那一刻 我立马冲了上去狠狠地抱住了她 与此同时所有的警察全都冲了进去 却没有找到老周三人的踪迹 最后在我的协助下 发现了厨房里的地下室暗门 本来我也想去地下室看看的 却被要求留在外面 后来发现大量的海骨从地下室清理了出来 我这才明白老周三人是个恶贯蛮营的恶魔 只是没想到三人居然就这么跑了 后来的日子里 除了工作 剩余的时间都用来照顾我的家庭 再也没有想着要去钓鱼的事 偶尔想起这件事 还是心有余悸 再后来 就听说了警方设下天罗地网 将老周三人抓住了 并且顺藤摸挂 找到了高价贩卖蟒蛇的团伙 继而一举断掉了团伙的老屋 这才避免了更多人的牺牲 随着钓鱼离弃失踪案件一举告破 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也都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之中 这才能够掉了团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